回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那么既然黄小英如此坚称 孩子是自己所生 那她从怀孕到生育期间 又是否有人见过呢 父母喜说 黄小英怀孕的样子 村庄里的人都见过 就是十一月底即将临产的时候 黄小英还在十部老家住过 父母喜说 当时在家人的劝说下 黄小英同意在当地生孩子 但是谁知道在儿子父保经外出之后 黄小英竟不辞而别 刚刚在喜仪的地方 就买了一袋苹果 买了个香蕉 买了奶 买了个家的东西了 跟我的伤 跟我的脸上的叔叔 给你个妈 好 叫好 他就祝福跟他说 这个小孩要不得我帮带几天 苏海人的黄李跟他老婆 觉得他自己做工地 也没时间照顾他老婆 他老婆一个人在家里 带小爷切成难事 还是在那个作业的期间 他就同意了 12月29号 黄小英抱着孩子说 要回畅开老家照料 然而在这之后就没了音讯 去到黄某家里 一看能去楼空的 没人 他就问了旁边的邻居 邻居也讲没见着可能回来 在等待了一天 仍然没有音讯之后 着急的王雷便报了案 经过调查 警方很快便找到了黄小英 在南昌的出租房 据房东介绍 在两天前黄小英的确带来了一个男婴 并且自称是他生的 我们把照片提供给他 看见他切实就是他 他说他儿子 刚生下来的儿子 他上了喜堂 就跟这个同桌的人上了喜堂 打了烟花爆竹 他说好像人应该回南昌 那个靠新建安逸那边过去 他好像是那边人 最终民警找到了新建县石部镇 父母系的家 在那里民警见到了孩子 以及黄小英本人